继中国恒大之后大陆地产商花样年 1百2亿零600万美元的到期债券 确认未能够偿还利息 另一地产商新力控股 则拒绝评论下周到期 总值2亿4600万美元的票据可能围养 花样年被国际评级机构下调债务评级 目前正抛售资产解困 该公司创办人 是中国国家前副主席曾庆红的侄女曾宝宝 中国司法部前部长傅政华落马 消息公布当日 财新的掌陀人胡书立 在社交账号刊出了猪头图片 引发公众与舆论解读 是在影射某位中共领导人 香港前特首梁振英 被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揭发负面消息 梁振英反驳 但未见建制阵营的同路人为他解话 梁振英要选特首 机会可能冻过水 详细的新闻内容 礼拜二对中国地产开发商 违约的担忧日益加剧 在中国恒大集团的命运 不确定的情况之下 投资者的情绪低落 因为恒大集团正在忙着 出售资产筹集现金 与此同时 花样年礼拜一到期的一筆 两亿六百万美元的债券已经未能够偿还 至于新力控股即拒绝评论将在下星期到期 总值2亿4600万美元的票据可能遗养 这两家公司均被评级机构下调债务的评级 听下潘嘉诚的报道 恒大集团负债3,050亿美元 该公司上个月没有支付两批美元债券的票面金额 中国最大的借款人之一可能崩溃 引发了担心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 房地产行业会连环爆煲 恒大周一要求停牌 以等待关于一项重大交易的公告 恒大地产服务集团也要求停牌 提及对公司股票可能的全面收购 中共党媒《环球时报》说 恒生创展是恒大地产业务51%的股份买家 价格超过400亿港元 约51亿美元 并引用了其他未指明的传媒报道 恒大拒绝在官方公告前发表评论 因为该公司的股票在周二一直暂停交易 在投资者等待交易确认的同时 令一中国地产商新力控股 成为最新一个遭受评级下调的公司 该行业的股票受到了压力 惠宇在周二的报告中说 惠宇将新力集团的长期发行人 毁约的评级 从CCC下调至C 因为该公司宣布 某些子公司没有支付在岸融资安排的利息 标普全球评级公司 也都降低了对该公司的评级 说他们遇到了 严重的流动性问题 其上还能力几乎已经耗尽 他们说 该公司有可能对10月18日到期的总额为 2.4600万美元的票据为约 而新力控股就拒绝就评级下调发表评论 香港支付证券的证券业务负责人 郭嘉安对路透社表示 自从恒大危机以来 投资者对中国开发商的还款能力 变得更加担心和关注 報道引述郭家安說 郭家安又指 據報道 恆大可能沽出物業管理業務股權 套現50億美元 理論上張涵蓋 其近期的離岸債券支付 恆大有5億美元的債券票據在年底前到期 隨後3月份有20億美元的債券到期 分析人士說 潛在的恆大交易 表明該公司仍在努力履行其義務 但任何火速出售其資產的行為 都將進一步擴大市場 對中國地產行業 乃至中國經濟前景的擔憂 中國房屋建築商花樣年的美元債券 在週一的大規模拋售中 損失了近一半的市場價值 之前該公司表示 不能夠按時支付2.06億美元的國際市場債務 在一份聲明中 這間房地產開發商表示 它們將評估不付款對集團財務狀況的潛在影響 標譜亦將花樣年的長期信貸評級 由CCC下調至選擇性違約 目的將花樣年的評級 由B3下調至CA 展望為負面 以開發商發行人為主的中國高收益債務指數 創下了自2020年 新冠疫情以來的最低點 至5月以來已經下跌近兩成 而可比的美國和歐洲指數 腳在反彈 亞洲市場也搖擺不定 因為恆大危機增加了投資者 對通脹上升和世界經濟增長放緩的擔憂 週二 而香港恆生指數則上漲了0.28% 廣州富力地產 和融創中國控股的股票 分別下跌約一成 恆大的電動車業務股價 在週一跳帳後有所回落 最近幾天 恆大的美元債券小幅回升 但仍處於低於30美分的不良水平 自由亞洲電台潘家晴報導 大陸的地產開發商 由前中國國家副主席 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曾慶雲的侄女曾寶寶 所創辦的花樣年 繼恆大之後 星期一同樣爆出境外的債務維養 有花樣年中人對本台透露 已經緊急拋售旗下的物業公司 但依然難以脫困 業內人士又說 花樣年與恆大 是中國整個地產業 急劇惡化的縮影 同時折射出 富豐喚宇的權貴資本 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治下 處境相當尷尬 由情文報導 據一位花樣年管理層 星期一晚告訴本台記者 他們剛從七日國慶大嫁當中 被緊急召回開會 公司通報了出現債務危機 目前總額達到十多億美元的境外債務 可能沒有辦法按期對付 那位報料人還透露 在上星期三 花樣年將旗下唯一盈利的優質資產 上市公司採生活的物業賣給碧桂園 來換取不超過33億元人民幣的現金 那位報料人說 因為是閉門會議 他沒有辦法說得更多 他並透露 現在員工的工資還能夠正常支付 但從6月以來 員工的報銷和各種經費 已經出現問題 他說 特別在中共二十大之前 作為曾經是紅色權貴家族企業的花樣年 還可能遇到更大的麻煩 作為高管的他 可能面臨失業 就在那位報料人主動聯繫本台記者 約網兩個小時之後 花樣年發布了正式的公告 聲稱公司本來應該是星期一當日付款的 用某2億500萬美元票據 未能如期支付 公告並指出 花樣年在今年內 至少有16億美元的境外債到期 原資深傳媒人情益中認為 花樣年的麻煩 折射出所有民營房企的共同處境 而房地產的高泡沫集體破滅 帶來的巨大風險 已經成為習近平班底 現在最大的麻煩 就是那個 所有的民營房地產公司 全部出問題 都會完蛋 他的問題在哪裡呢 他的境外上是 他也會有銀行貸款 他也要融資 因為房地產的行業 他要踏資金 他們都是高槓桿的 基本上這一次就是我認為沒有一家 民營房地產公司 沒有問題 就是這個泡沫是顯而易見的 對習來說現在面臨的最大的問題 其實就是金融危機嘛 據一位資深地產界高管李先生 告訴本台記者聽 花樣年的淨負債率 約是72% 官方公布的三條紅線 如果剔除預售款後的資產負債率 大於70% 淨負債率大於100% 現金短債比少於1% 花樣年踩中了一條 屬於黃標 在地產企業當中 還不算最壞 但花樣年拋售最賺錢的物業這一塊 就意味著 他的融資確實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難以為計 只能夠斷備求生 李先生並且暗示 事件可能涉及中共高層的內部鬥爭 買了快遞以後半天就沒動 應該是缺錢 他現在昨天報稅到期沒有承諾吧 這個公司相對於優質資產 因為它是輕資產嘛 它不需要投入什麼 你的版圖越多就越掙錢 就把這麼好的優質資產賣掉了 就是逼荒了嘛 怕試想要來一頭 這肯定是增加的 早就公認了 傳說有很多版本 這個說不清楚 它背後到底出現了什麼 科問節 學者騰彪說 花樣年的紅色權貴背景 是可以核查到的 但是因為中共政治體系的極度不透明 這件事背後 是不是跟中共二十大的權力博弈有關聯 就沒辦法核實 本台記者刻意致電 花樣年在深圳的總部 該公司值班的人士說 他們現在處於放假狀態 要這個星期五才上班 他否認星期一有人回公司開會 至於其他的情況 他就一概不知道 花樣年紅股集團有限公司 成立於1996年 是由前中共政治局常委 主管港澳事務的 曾慶紅的侄女曾寶寶 在開曼群島註冊的離岸公司 並在港交所上市 公司總部就在 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 在香港的聯絡處就在銅鑼灣附近 自從亞洲電台情文報道 中國司法部前部長傅政華 近日突然落馬引發權鬥的猜測 消息公布當日 財新雜誌的掌陀人胡舒立 突然發出了豬頭的微博和圖片 被公眾與輿論解讀 是要影射惡政招致一片麻聲的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再聽聽情文的報導 上星期六 中共當局突然宣布 對中國司法部前部長 中國公安部前副部長傅政華 私嫌嚴重違紀違法進行調查 當日下午3點多 財新網上台人胡舒立 在微博上轉發了一篇 介紹豬頭飲食的文章 那篇介紹中華飲食的文章當中 出現戰略夥伴關係的字眼 頗為引人嚇想 而胡舒立轉發文章的時候 還配發一排吊起的豬頭圖片 被外界解讀為影射和暗封習近平 文章來自財新網Mini當中的生活欄目 作者署名汪朗 文章在隱言當中寫道 豬頭如果做得好還是相當好吃的 豬頭不受歡迎 和人們的觀念很有關係 背負著這等惡名 一般人誰還願意在餐桌上 和他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呢 目前胡舒立的微博已經刪除 但財新網上的那篇文章仍然流傳 對此因為支持八九學運 而被迫流亡海外的 四通公司前創辦人萬潤藍 向本台表示 不排除看著自由派光環的胡舒立 繼任志強和許章勇之後 以此表達對習近平的不滿情緒 但他認為 中共固化的專制體制之下 王岐山絕對不會站出來 和習近平決裂 恭維政治鬥爭 也很難為中國帶來真正的變革 而內憂外患的局勢 就會讓習近平的倒行逆思 變得具有合理性 增加了合理性 因為習近平現在搶桿子 避桿子刀打子 顯然全控制了 近期恆大破產事件 和中國多個地方大規模斷電 導致民怨沸騰 而曾助力習近平 剷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周永康勢力的傅政華 突然落馬 事件被認為 是中共高層內部權鬥 已經嚴白熱化趨勢 在這個敏感時期 胡舒立的微博引發輿論發酵 甚至有海外自媒體 將它解讀為 習近平和王岐山矛盾激化 和胡舒立曾經有私交的 女美政治學者王君濤 在接受本台採訪時表示 認為胡舒立 在當前的質的政治環境當中 應該不會直接影射習近平 包括王岐山早前也自稱 是習近平的布幕縣 疑似方式表達臣福 但是公眾紛紛解讀胡舒立的微博 是想藉此表示自己對習近平的不滿 已經是習近平沒什麼話 大家都知道 這個時候 你只能看他這個畫出來的作用 是推動的變化 而推動的變化 就你的鼓掌滑了就 王君濤也表示 公眾聚焦並且揣渡 中共在明年的中共二十大的變化 但是他相信中共內部重大決策和鬥爭 會在之前完成 包括習近平不斷清理異己的動作 胡舒立也都被傳 和王岐山關係密切 輿論也表達了對胡舒立 有可能遭到習近平整肅的擔憂 2020年初 中共體制內敢言的紅二代任志強 曾發文映射習近平 是一個剝光了衣服 也都要堅持做皇帝的小丑 去年10月 年近70歲的任志強 被以多項經濟貪腐的罪名判刑18年 胡舒立是中國最知名的傳媒人 1998年曾創辦財經 2007年財經曾發表題為《誰的老能》的報道 披露江派人物曾慶紅的兒子曾偉 在收購山東老能當中的貪腐內幕 2009年11月因為中宣布打壓 胡舒立宣布離開財經 兩個月後創辦財新 在習近平上位後 財新成為中共反腐的風向標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道 中共官場地震 當局宣布 對中國司法部的前部長 公安部的前副部長 傅政華進行調查 並指傅政華施言嚴重違紀違法 其實早在一年半之前 本台曾經報導 傅政華能否安全下綱 外界已經有不同的解讀 當時流亡美國的大陸富商郭文貴 曾經發放過音頻 指控傅政華 受到習近平的指示 要他調查王岐山與孟建柱 傅政華又透過弟弟 向郭文貴索賄5,000萬美元 以換取郭文貴在大陸家人和員工的自由 聽聽當年的報導 傅政華推下火線官方的口徑是退休 他現在是退休年紀 海外即是產生公關系統是否遭到整肅 黑手下場會是怎樣的種種聯想 其實早在三年之前 流亡美國的郭文貴就聲稱 傅政華自稱代表習近平的旨意 向他下令要調查王岐山妻子家族的成員 即所謂的姚慶作為海航董事一事 郭文貴還說他受到傅政華之令 調查了海南航空近年的貸款、不動產、海外存款等資金往來 郭文貴說是傅政華提供了詳細完整的調查線索 與被調查對象的個人資料 當中包括私人飛機的編號等文件方便他調查 郭文貴並說傅政華還要求他調查中央政治局委員 孟建柱的幾個情人 回望傅政華這位傳奇人物 他在2010年2月升任北京市的公安局長 同年的7月兼任北京市政法委書記 傅政華主導素王 北京明文霞議的天上人間夜總會被迫關門 使他頓時成為公安系統的知名人物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召開傅政華再上一層樓 由公安部副部長升任司法部長 一直到官方宣布他退休 外界分析說傅政華深刻手狠 但其兩邊都能夠通吃野心勃勃 而且掌握了中共北京各路人馬的私隱情報 習近平上台後傅政華是見風使陀 急時全心投靠 為習近平在中共內部派系鬥爭中立下功勞 據郭文貴說傅政華還說過調查是來自習近平的親自命令 因為他即習近平不相信王、王岐山和孟、孟建柱兩個人 本台記者無法獨立核實郭文貴的指稱 而傅政華能夠安全下崗養老 即是又成了吃瓜群眾茶餘飯後又一個話題 因為毒奶粉被判處無期徒刑的三陸集團 前董事長田文華 過去十年因為在獄中表現良好多次獲得減影 刑期縮短至15年 並有望在明年即是2020年獲釋 毒奶粉的受害家長就認為 對造成無數兒童患病甚至死亡的家庭而言 實在難以接受 2008年三聚清安毒奶粉導致數十萬嬰幼兒 幻想腎結石等被療系統感染的疾病甚至死亡 事件曾經轟動海內外 河北前三陸集團董事長田文華 2009年1月被以生產銷售危劣產品罪 被一審判處無期徒刑 罰款2468萬人民幣 不過從2011年開始 田文華因為復刑期間表現良好 獲三次減刑 從無期徒刑減至15年3個月有期徒刑 根據長期追蹤田文華案的人事推算 他最快可能在2022年出獄 河南鄭州一名幻兒的母親陳露 聽到田文華很快獲釋的消息感到傷痛 聽到這個消息很痛心 對這麼多孩子造成了這麼大的傷害 也連累這麼多家庭 我覺得不應該因為復刑良好 因為有這麼多孩子受到奶粉時間的牽連 本台報導陳露家庭已經多年 7年前陳露接受本台採訪的時候說 她的女兒在2008年夏季 發現腎結石的時候只有2歲 經過6年的治療仍然沒有好轉 包括小便結晶偏高 正常值應該在12下 但是陳露的女兒檢查結果是1098 去年陳露的女兒13歲 她對本台說 女兒的結石仍然在體內 陳露悲傷地說 她的女兒除了身體 心理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傷害 她的女兒也受到疑問 老師也說 可能中招 考高中的時候 體育需要去申請病免 由於申請原因 對孩子心理也造成了不少的影響 我們也有積極地給孩子做治療 鼓勵孩子 另一位北京毒奶粉受害患而家長郭利 因為揭露廣州雅士利奶粉企業 三罪清安含量超標 被以敲詐勒索罪判刑5年 郭利出獄之後提出申訴 2017年廣東省高院終審判決郭利無罪 郭利對本台說 在毒奶粉事件中 田文華只是代罪高揚 也就是說田文華作為替罪羊 當年被確診受害了30萬左右的患兒 12年這個期間呢 就法院是依據什麼 對田文華多次的減刑 從無期變為有期 再有一個再獲幾次減刑 2002年釋放案 減刑處理 這個過程應該做出一個澄清 給這些受害者明確地交代 當年因為三陸事件下台的官員 多年前已經陸續獲委任其他職位 據財經雜誌統計 自2008年三陸毒奶粉事件之後 陸續有30多名官員被問責 時至今日 鎖涉官員基本重上崗位 其中包括國家質量監督 檢驗檢疫總局局長李長江 出任全國素王打飛工作小組副組長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喬龍 沈彥恆報導 總部位於西班牙馬德里的人權組織 星期二發布了中文版的囚禁報告 披露中國至2013年至今 秘密囚禁了近6萬人 保衛衛視的研究員陳彥廷對本台說 希望藉由報告讓更多人了解中國侵害人權的真相 曾被監視居住囚禁過的香港銅鑼灣書店前店長林榮基 向本台回憶 秘密監獄有著完整的設施防止被囚者自殺 其中不少個案被囚禁超過了中國法定的6個月 聽下鍾廣正在台北的報導 保護衛視5號公布最新的中文冊畫報告 深度揭露中國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黑暗世界 這是首次中文的調查報告 透過豐富的冊畫、衛星照片和建築草圖 來描繪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秘密監獄系統 將這個制度的真面貌公之於眾 保護衛視研究員陳彥廷接受本台訪問時表示 他們調查的最新數據顯示 自從2013年度今年6月 最高約有5萬7千多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受害者 除了數以千計的中國人權捍衛者 藝術家異議人士艾美美、人權律師黃宇和黃泉璋之外 還有台灣的李明哲和李孟居等 他全力可以把人任意地關押在一些秘密設施裡面 切斷他們跟外界的所有聯繫 不讓律師跟家人跟他聯絡 甚至完全沒有通知家人他的行蹤 那等於就是像消失一樣 他的這個關押時間法律裡面規定是6個月 但是實際上我們也有記錄到常常4年的案例 所以其實它是讓中國的公安機關 國家安全機關在不受監督的情況下 對人採取任意消失任意拘留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對受害者刑罪逼供 一種黑監獄的制度 陳彥廷表示報告透過用圖像呈現的方式 比較一目了然的使更多人可以知道 中國這種秘密關押的黑監獄制度 其實已經是危害人類的一種制度 我們希望讓更多的人可以看到這樣子的問題 當然是希望大家看到以後 可以理解受害者的一些處境 然後讓更好是更積極的去加入 一些國際上日益壯大的一些行動 然後來譴責中國支持 就是應該要對這種綁架制度 這種侵害人類的行為究責 保護衛視這份報告發表之前 疫情諮詢過被同樣方式關押的香港銅鑼灣書店前店長林榮基 林榮基接受本台訪問的時候表示 當年被關在寧波的秘密監獄長達半年 發覺裡面非常有制度 尤其是防止被關押者自殺的設施十分完備 放一些袋角去自殺或者撞牆自殺 他其實是很有經驗的 全部都是保護性很強的 他就是很有經驗的 因為很多人不溫都被自殺 他知道那些人的心理狀態 那些牆你掛不到東西的 你想自殺也不行 你想去吊頸也不行 窗子當然是鐵欄山那些風柴 你動不了 你24小時那些人輪回去看著你 燈又不關 你沒有機會自殺的 林榮基指根據香港銅鑼灣書店五人被關押經驗 他相信秘密監獄制度在中國 以各種形式存在 保護衛士在今年6月中發表 酬金在中國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秘密監獄內英文版報告之後 5日再發表中文翻譯版本 並加上最新受害人數調查數據 新版本同日送交聯合國上關單位 《自由亞洲電台中廣正台北報道》 回來香港國際調查記者同盟發布最新文件 接近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前特首梁振英的負面報道 梁振英禮拜二繼續在社交媒體反綁 並阻擊參與報道的網媒 不過官方和建制派陣營就罕有表現出沉默 相反還有建制派的傳媒在頭版大致報道 有分析說 除了因為建制陣營對事件有不同的看法 也可能反映梁振英並非中央屬意的特首人選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發布的潘朵拉文件調查報道 揮發梁振英在任特首期間 未申報經控股公司持有的日本業務子公司的持股或股權變動 而梁振英已迅速回應說自己沒有違規 他星期一晚繼續在Facebook發表多篇貼文 除了反駁報道有誤導成份 也指律師將發信追究有份參與調查的立場新聞 兵提到立場的總編輯和他太太 寫著不要再傻奸奸當外國代理人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梁振英在社交網站自行回應事件 官方、建制派以至左派報章都一片正局 只有親北京的媒體《文匯報》等引述行政會議成員 資深大律師湯家驊週二在電台節目的看法 行會不認為梁振英在任時違反申報機制 討論事情不可變成政治攻擊 此外未見有建制陣營為梁振英護航 相反 親建制的《東方日報》同日 在A1頭條大P幅報道 題為被踢包無申報特首不受監管 梁振英賣股賺巨款 以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梁振英 亦屬於國家領導人級別 但中國外交部今次也未有就事件發表任何意見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指出 梁振英曾經有一段時間令人覺得他有意競選下界特首 但似乎中央沒有反應 而今次調查報道出門後 暫時只有梁振英自說自話 可能是因為建制陣營有不同看法 打算先觀察事件再作回應 或是他未得到建制陣營的支持 似乎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試探後 中央真的沒有反應 我相信沒有反應 可能也有反應 我從來都不覺得中央想消費反應 如果中央現在要換人的話 當然要換一個和林鄭月娥不同的人 我相信建制陣營想他再作特首的人 應該不會很多 很多上一屆都不會下馬 現在的情況我不覺得他都有機會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二在記者會 被問到梁振英一事 她未有具體評論 但有提到 今屆行會成員都申報得很詳細 我只可以總體地說我們的利益申報制度 適用於行政會議成員和主要官員 這是公開給公眾檢視 我不想評論個別個案 政府有非常穩健的利益申報制度 制度是信任申報人 不會檢查、調查或監察 每個人的需登記的個人利益項目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發表最新文件 披露了多個國家前任和現任領袖 在境外避稅天堂收藏巨額資產 部分涉及貪污、洗錢和避稅 名單包括了三位中國官員 他們在香港前任行政長官梁振英、董建華 和中國全國人大河南省代表馮奇雅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劉兆峰報導 另外在香港 赴湯道火案的被告湯偉雄 和2016年旺角騷亂的被告盧建文 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 以釐清普通法的共同犯罪計劃原則 是否適用在非法集結和暴動案 案件週二開審 上述方認為 須以共同聚集的目的來定義 以確定指控被告的聚集 否則聚集就會過度擴張 該案的結論不僅影響湯案的無罪裁權 更會影響往後相關的60名被告 及左右日後同類案件的定罪門檻 聽聽李智智報導 這次案件法律議題主要包括 就現行公安條例第18和19條 非法集結和暴動的定罪 是否需要證明暴動群眾是為了共同目的而聚集 共同犯罪原則是否適用於暴動和非法集結中 被告是否不需要在現場 和單憑身在現場就能夠產生鼓勵作用 代表盧建文的資深大律師李智智說 就相關法例 事發的時候需要先證明有3人或以上群眾集結 而他們是為了共同目的而集結 而且演變成非法集結以致暴動 所以控方必須要先證明被告在現場 並且屬於構成有關3人或以上集結的成員 他又說2016年旺角蘇聯案發當晚 現場有很多人 而且發生了多宗事件 不同的人士都可能因為不同的目的而在場 控方需要先辨認 現場是些什麼人涉及暴動或非法集結 當中依賴控方將不同的事件區分 而且要舉證證明涉案群眾必須要具備共同目的 才能指控干犯非法集結或暴動罪 否則會出現濫告 旁觀者或附近上班的人可能會受到牽連 所以共同犯罪原則並不適用有關罪行 不過處理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反對 引用案例答辯時後望 認為非法集結可以以多種形式出現 有關法例雖然要證明至少有3人集結 集體合作而作出危害社會安寧的行為 但只需要證明有關被告有足夠聯繫 就算被告之間的距離遠也都可以入罪 當中不一定要額外證明有關人士是否有共同目的 又說難以客觀證明被告的行為過程中潛在的共同目的 而應該考慮行為本身造成的後果 而了解背後的動機 他又說上訴庭認同現在的非法集結和暴動性質流動 而且有不同的形式出現 案件主腦和體稅的人即使不在現場也都屬於參與 又認為有些人表面上單純在現場 但也都會鼓勵干犯暴動 但舉證過程困難 所以認為將共同犯罪原則 納入非法集結和暴動 可以阻塞漏洞 顧及重大公眾利益考慮 不過中心法院首席法官將舉能質疑 若而涉案的被告不在現場參與 又無法證明被告之間有共同計劃 如何推論有關被告有參與集結和暴動呢 周天行說視乎參與程度異定 霍少江法官再追問何謂參與 周天行說除了在現場集結外 包括背後策劃暴動和指揮暴動者 霍少江則質疑 那些例子實質已經是屬於參與者 不需要經過共同犯罪原則去證明 張舉能再問周天行 即使證明了被告之間有共同計劃 但現在全謀犯罪法例是否都可以涵蓋呢 也即是現在的法例並沒有真空 周天行說同意 非常任法官尋要信分著又說 既然律政司認為參與者的參與方式廣泛 如果因為舉證困難而將罪責範圍不斷擴大 他會感到很奇怪 這宗案件將會審訊兩天 結論雖然不會影響湯偉雄暴動脫罪的結果 但將會影響同類案件的審訊 如果共同犯罪原則適用於非法集結和暴動 意味絕秀兵和物資站等都有機會代入法網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李自治報導 接著有幾則國際消息 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在上任的第一天 隨即與美國總統拜登 舉行了一次維持20分鐘的電話交談 雙方確認他們將努力強化日美同盟 彼此合作以面對來自中國和朝鮮 在地區安全的事務方面的挑戰 兩位領導人互相稱呼對方的名字 職租和文雄 並同意盡快進行首次面對面的會談 聽聽胡凱文的報導 美聯社報導 岸田說 兩位領導人確認了他們的承諾 即是共同致力於實現自由和開放的印度洋 太平洋的遠景 即是在區域民主國家之間建立夥伴關係 以抵制中國日益強硬的活動 據報導 星期一宣誓就職的岸田文雄向記者說 拜登向他保證 兩位領導人將會共同應對 中國和朝鮮等周邊地區面臨的挑戰 岸田又說 支持加強日美安全關係 以及與亞洲、歐洲、英國等 其他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的夥伴關係 部分原因是為了對抗中國 和擁有核武器的朝鮮 岸田還承諾加強日本的導彈和海軍防禦能力 岸田在星期一承認 有必要繼續與中國 這個重要的鄰國和貿易夥伴進行對話 但他說我們必須大聲反對中國改變東海和南海現狀的企圖 岸田又表示 他作為首相和美國總統舉行的首次會談 是將日美聯盟提升到更高水平的第一步 星期一20分鐘的電話會談 以拜登祝賀岸田上任開始 兩位領導人同意互相稱呼對方的名字 即是喬和文雄 並且同意盡快進行首次面對面的會談 日本外務省在一份聲明中說 星期一較晚的時候 岸田和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 舉行了一次視像會談 同意以雙邊方式 並且作為包括美國和印度在內的四方聯盟的一部分 加強雙方的安全和經濟聯繫 以促進區域和平和穩定 岸田說他支持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之間 新發起的安全夥伴關係 外交部說他向莫里森重申 他們堅決反對被認為是中國的經濟霸權 和改變區域海洋現狀的單邊企圖 64歲的岸田在執政自民黨內 一直都以溫和派注稱 但是上個星期在安全問題上轉向鷹派 並且在性別平等和其他問題上採取更保守的立場 顯然是為了贏得黨內有影響力的保守派 從而贏得該黨的領導 他接替了菅義偉 菅義偉在在任一年後就辭職 因為他在處理病毒 和堅持舉辦奧運會方面的支持率直線下降 菅義偉被認為是採取高壓手段 無視公眾的貫徹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方德浩、胡凱文報導 在台北局勢新聞之際 台灣外交部星期二表示 包括一名前國防部長在內的一批法國參議員 將在本州訪問台灣 與此同時 台灣總統蔡英文投稿最新一期的美國外交政策期刊 強調台灣如果落入中共之手 後果將屬於災難性 聽一下霍亮橋的報導 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剛安表示 代表團將會由法國參議員 台灣友好小組組長理察率領 他曾經在97年至2002年 希拉克總統時期擔任法國國防部長 理察之前曾經在2015年 和2018年兩次訪問台灣 歐國安指出 儘管有來自中國大陸的壓力 理察仍然會來 他補充說 我們對此非常感動 亦非常欣賠 他說進一步細節將會之後提供 據法國和台灣傳媒報導 其他前來的參議員 有保里森 和雅利利 他們都是友好小組的副主席 以及該小組秘書卡迪克 和大多數國家一樣 法國和台灣沒有正式外交關係 但之前巴黎曾經向台北出售過武器 包括91年陸首的護衛艦 和第二年的60架環影2,000戰鬥機 在3月的時候 中國駐法國大使館曾經警告說 不要讓國會議員和台灣官員會面 這樣引起了法國外交部反駁 法國外交部就說 法國參議員在旅行時可以自由地 和希望見面的人見面 台灣政府譴責中國大陸對其施壓 並表示它將會捍衛該島自由和民主 只有台灣人民才能夠決定他們的未來 另外台灣總統蔡英文投稿最新一期 美國外交政策期刊 他這一篇在星期二出版的文章指出 台灣一旦落入中共手上 將會為亞洲和平帶來災難性後果 蔡英文重申 如果受到威脅 台灣將會不惜一切代價保衛自己 台灣被中國宣稱為主權領土 自上個星期五以來 面臨來自北京大規模壓力 在四天之內 有148架中國空軍飛機飛入台灣防空區 在星期一單日 日間有52架共軍軍機闖入台灣西南空域 在晚上再有4架殲-16戰機闖入 中國大陸將緊張局勢 加劇歸咎於台灣重要的國際支持者 和武器供應者美國 而台灣就表示 中國是當前局勢的罪魁禍首 蔡英文在外交事務中寫道 隨著各國日一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大力的威脅 他們應該理解和台灣合作的價值 蔡英文說 各國應該記住 如果台灣淪陷 效果將會是對地區和平 和民主聯盟體系造成災難性影響 這樣表明在今天的全球價值競爭中 威權主義比民主更佔優勢 中國認為蔡英文是一個分離主義者 因為他拒絕接受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並拒絕與蔡英文政府對話 蔡英文表示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 名為中華民國 是其正式的名稱 蔡英文強調台灣不尋究軍事對抗 希望與倫國和平穩定 可預測互利共處 但是如果他的民主和生活方式受威脅 台灣將會不惜一切代價 捍衛自己 他還補充說 如果台灣生存受到威脅 台灣人民將會奮起反抗 因為他們明確表示民主是不可談判 自由亞洲電台 馬來西亞政府在星期一的晚上 召見了中國駐馬來西亞的大使 表示抗議 這是繼今年的6月 16架中國軍機出現在婆羅洲島附近的空域後 第二次召見中國大使表達不滿 聽一下潘家晨的報導 馬來西亞外交部在一份聲明中說 吉隆坡傳召了歐陽玉政 傳達馬來西亞的立場 抗議中國的船隻 包括一艘測量船 在馬來西亞專屬經濟區的存在和活動 外交部指責中國的船隻 在婆羅洲島馬來西亞部分的 沙巴州和沙奴越州海岸的活動 違反了當地的法律和國際法 今年6月 馬來西亞出動戰鬥機攔截 出現在婆羅洲島附近的16架中國軍機 而馬來西亞在南海和北京有重疊的領土主張 馬來西亞指責中國 侵犯了他們的主權 而北京則說 該次的飛行是例行訓練 馬來西亞和中國的關係一向友好 但最近因為海上發生的緊張事件而受到影響 該海域是關鍵的航道 據信還隱藏著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 大馬外交部的聲明說 馬來西亞的一貫立場和行動 是以國際法為基礎的 是為了捍衛我們的主權和我們的水域的主權權利 中國對南海大部分海域提出了主權聲殺 並在很多小島嶼和環礁上建造了很多軍事哨所 這些行動導致其它對該水域也有主權聲殺的國家和地區 包括越南、菲律賓、文萊和台灣等群起抗議 美國也派軍艦通過該水域 以維護國際公約定名的航行自由權利 中國對此多次表達不滿 自由亞洲電台潘家晴報導 好 多謝你和我們共度了差不多一個小時的時光 明天同一時間 我們再會 自由亞洲電台這一節的廣東話節目報導完畢 多謝收聽 再見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 中共我們 Table 1 中共現在的故事 中共現在的故事 启昭 中共中暴畢 中共中暴畢 中共 中共 中共